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她一直在说的是 她跟她的情人一起拐卖儿童 从未交代过她跟她的丈夫 但是这一次已经把事情扒出来之后 她在庭内 她是跟她的丈夫在互相推卸责任的 她说是她的丈夫偷的孩子 让她帮忙去卖的 她还有供出动物的同伙吗 除了她的情人 没有 其余的全部都是交代的 一些中间介绍人 但是那些人现在也有的是办的 是那个兼外执行 因为90多岁了 然后她还是说 所有的责任不在她身上 反正就是各种狡辩 就真的是狡辩 你可以发现啊 她是不害怕 不紧张 她好像还是觉得自己 可能还能多活很久很久的那种感觉